基本上以排名來看 Java算是排得很前面 趨勢圖看起來其實也是Java跟C在排在蠻前面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104人力銀行的一個查詢結果 這也給各位參考一下 如果你今天學會VB單內扯的話 你可以找到多少職缺呢 VB單內的關鍵證 482個 這個是5月份我查的 ASP單內扯的話可以查到1337個 如果你今天查Photoshop當然比較多 因為需要Photoshop會比較多 可是如果你今天查Java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Java的查詢結果 Java2808個 而且很多還找不到人 想找人但是還找不到 為什麼 因為台灣早期還是大部分會打一次那個Microsoft的東西 就是什麼會VB啦 會什麼C-Sharp那些 單內的那一些 可是會Java的好像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會有2800多個需求 那Android的話呢 會有1600多個 而且這些還是真的還是找不到適合的人 來擔任這方面的工作 OK 還有iOS的話 這個是蘋果的 蘋果的iOS400多個 然後智慧應手機的話有1000多個 App的話有1102個 不過因為這個查詢的時間是5月25日 如果各位等一下有空的話 自己上104人利益康 這個應該都會查吧 下一個keyword 你就會知道哪些工作需求量最大 不過當然是不是很精準 那也不一定 可是可不可以參考 也可以啊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需要這方面工作 會不會馬上一下改變 今天我需要Java工程師 我明天又不需要 不可能吧 這個一定是延續性的 而且會一直延續下去 OK 好 這個是一個趨勢 App的未來爆炸性需求 我先講一下 現在網站總共有2.15億個有註冊的 然後有活躍的有6.44億個 有這麼多個 我剛剛講App會取代Web 然後Web有6點多億個佛藥的 也就是說未來App的數量也可能等同於Web這麼多 但是目前我們的App的數量有多少個 讓各位猜猜看 這個應該沒講 上學學還沒講過這個吧 好 沒有 沒有 上學學班長 你猜猜看 App現在有多少個 一千萬個 一千萬個 那 那個 本學級班長 你猜猜看 隨便猜沒關係 兩百萬 蛤 兩百萬 那學藝呢 隨便猜猜看沒關係 一百多萬 一百多萬 那你應該有在看我的YouTube頻道 因為我在其他地方有講過 OK 答案就是一百多萬個而已 你想說一百多萬 六億多個 沒錯 Web大概發展了十來年吧 十二、三年 對 它十二、三年發展出來六億多個 可是App現在大概發展了兩年而已 所以它還在萌芽 就像說十幾年前的網站 其實大部分也都非常少 搜尋引擎你隨便去搜尋 其實不太需要搜尋引擎大概都是那幾個網站 可是現在已經發展這麼快速 那App也是一樣 它會慢慢慢慢的一下子會 不是馬上 而是會越來越多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總數量 現在總數量total 這個也是前一陣子我查的 total在這裡 一百一十四萬個 然後iPhone佔多少個 Apple的佔61萬個 然後Android佔多少 35萬多個 所以你會慢慢Enjoy 你看這麼大的市場 卻只有這麼一點點個 App 所以那個空間大不大 大到不行 隨便寫都可以寫了 太多都可以寫了 你隨便寫都可以寫一堆App 所以你可以去趕快去構思一下 哪些App還沒有人寫 你就可以去把它公佔下來 先把它的關鍵字 以後一搜尋就你的 搜尋就你的 搜尋 以後一定找到你 那當然商機就看個人的創意了 創造 OK 那這個BlackBerry 這個已經投靠Enjoy了 所以黑眉機已經不再繼續發展 它已經投靠Enjoy了 那Windows 四萬多個 我想它應該 因為Windows最近也都鬧很多笑話 因為它最近也出了平板 這平板呢 它在發表會的時候 桌面上用的也不是Windows 它不是用Artrue Book 它上面還放一個蘋果咬一口 它發表會用的是人家Apple的筆電 然後呢 它也學人家那一套 學那個賈博斯 有沒有 一個執行長出來 然後就開始很帥的想要去秀一個東西 因為它秀就怎麼樣 突然那個平板突然當機 然後就卡在那裡好幾秒鐘 突然怎麼辦 執行長趕快跑到後台 再換一台 再趕快 所以感覺就很糗 而且那個畫面 被YouTube轉載了多少次 然後另外呢 Windows本來才初七嘛 Windows Phone七啊 結果 扛教 扛最辛苦就是Nokia 全力support它 把所有的 因為Nokia也快要不行了嘛 它想說 我不跟人就會合作 但是我跟Windows合作 它想說Windows很好 它全力支持它 結果沒想到呢 Nokia把所有的研發 什麼人才 什麼財力物力 通通丟到Windows7 Windows Phone7 結果呢 最近 微軟就又發表了 Windows8 而且這個還要算 他說我們再也不支持Windows7了 對 就是Windows8的東西不能在Windows7上面執行 而且兩個技術是不一樣的 你看 Nokia就把所有的財力物力都保壓在7 結果突然微軟跟他講說很抱歉 我們不支持7了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Nokia股價已經很低了對不對 然後Windows7一下來可能再更低了 可能我在想說微軟是不是想說 這樣子的話 Nokia可能會比較快倒 再來接吧 因為股價還很低再把它買下來 所以前一陣子就有消息 神送有沒有 它動作就很大 它想要把Nokia給買下來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買 神送是現在全世界最大的智慧型手機的公司 賣Nokia好像剛剛好 所以芬蘭也一直在想說到底要不要救Nokia 因為Nokia也象徵著 大家會想到Nokia就會想到芬蘭 芬蘭這個國家 所以如果Nokia倒了 或者甚至被韓國買走的話 韓國神送買走 感覺好像自己的國家的東西 居然被別的國家給買走 那感覺不是很丟臉嗎 所以HTC前一陣子經濟部長不是還跳出來講嗎 大家趕快愛用國貨 千萬不要讓HTC倒掉 不然的話影響很大 這個聽起來好像有道理 可是在商場上這個也很難說 早期的霸主 現在未來是霸主很難說 所以說最重要要怎麼樣 要壓對保 請問為什麼它會壓到Windows去呢 怎麼看都覺得Windows